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与小米8和小米8探索版一同亮相的小米8SE 也绝对是一款不容忽视的新品 这款顶着全球首发高通笑容710名号的新纪念 售价仅仅为1799元 这样的定价甚至可能让小米8SE最终在销售上会更胜小米8一筹 小米8SE将会在明天正式开机首发 现在是我们赶在首发之前拿到了小米8SE的评测机 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小米8的使用感受 在产品命名上 这次小米8SE采用了和iPhone SE相同的命名策略 最终在产品形态上小米8SE也选择了小屏幕路线 设计上更像是一款小号的小米8 机身握感与传统的5.2英寸手机挺接近 不过这次小米8SE采用了三星欧姆雷一型屏 屏幕尺寸高达5.88英寸 屏幕比例为18.7比9 拥有FHD加的分件率 不过和小米8超大的R角不同 小米8SE在屏幕编达处理上偏向于传统 但过渡的依然十分自然 其身下方小米8SE保留了下巴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留卡区域还是高度 还是下部的宽度和小米8相比将做得更窄 机身背面小米8SE与小米8一脉相传的布局 拥有纵向双射以及居宫的实体指纹按键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小米8SE背面采用了2D玻璃设体 整机看起来更为方正 因为手机尺寸更小 握持手感并不会感到太大影响 机身右侧小米8SE的电源键 采用了同心人纹理设定 摸起来阻力感更强更容易辨识 而机身下面和小米其他手机一样 取消了3.5mm2G接口 用户可以通过Type-C转3.5mm来评格 整体来讲 作为一款缩小版的小米8小米8SE 为那些喜欢小尺寸的用户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小米8SE作为吸引人的 就已经首发了小龙超零处理器 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 高通的首款7系处理器都是小龙超零的一种新物种 这颗处理器和小龙845相同抢了第二代10nm工艺 并非8系SOC上最为先进的工艺 非8系SOC用上了最先进的工艺 就在高通产品上上处首次 另外小龙超零才采用了K360架构 拥有2x2.2GHz大盒和6x1.8GHz小盒 GPU部分则采用了A616官方宣称性能提升35% 支持QHD加2K加分辨率 最高支持21.9比例屏幕 支持QC4加的快通技术 网络上支持4x4MAMO 拥有X15LP调制器调戏 值得注意的是 骁龙710可以像骁龙845一样 在高清HDR的画质下开启决定求生 刺激战场 超高帧率40F 不过由于GPU性能限制 这种模式下的帧率 抖动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整体来说 38帧的平均帧率仍然是十分理想 所以对于性能有需求 但预算有限的用户来说 小米8SD不是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 小米8SD采用了 与小米8规格相同的 后置主上头 拥有1200万像素 单位像素面积为1.4微米 F1.9大光圈 并支持DPD双核对焦 不过副上头有所不同 是一颗500万像素上头 拥有1.12微米 单位像素面积 以及F2.0大光圈 不过小米并没有在发布会上 表明小米8SE的 后置主上头型号 会与小米8相同 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采用规格相同的 其他品牌承载器的可能 和小米8一样 小米8SE同样支持AI摄影 开启AI摄影之后 相机将对场景进行智能识别 并进行针对性的优化 不仅如此 小米8SE本身的拍照素质 也十分值得肯定 照片细节还原清晰到位 画面锐度和曝光控制出色 色彩还原准确 逆光下的照片暗部细节保留完整 可以说是相当就诚意了 总结 不仅如此 小米8SE将很快获得 1.UI10的升级 带来更加好用的系统 加上骁龙骁龄的 详细性能 特色的拍照表现 以及相当好处的 大小持着小米8SE 几乎在各个方面 表现出让人满意的成绩 不仅如此 感谢观看